要怎么样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 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怎么样 我先偷懒一下把这个成绩两个字复制一下 插入一个程序 先把这个贴上好了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叫 成绩多两个字吧 叫成绩函数 OK 那成绩函数呢 接下来 一定形态一定要用Function 如果你用Style它只能执行 那Function的话就才能够在 插入函数里面会被看到 OK 按个确定 好 这边就有成绩函数 接下来记得就是它是互动的 就是说它会透过刮壶跟你要资料 所以你就在刮壶里面丢给它 请你给我平均成绩这几个字 所以我就把平均成绩这四个字 放在这个刮壶里面 OK 因为只要一个 接下来的话呢 你要返还什么东西给它 那我们刚刚是返还到某个储存格里面 那现在的话呢是返还 那个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逻辑有点像上面这个部分没有回圈 也就是说呢 如果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的话方权就不用回圈了 那 通常一定要一定是 如果 如果什么呢 逻辑 逻辑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如果 你给我的平均成绩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平均成绩这几个字 当然偷懒的话可以复制贴过来 如果你给我的平均成绩是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结构一定会是一样的 有一个if 逻辑 然后做什么 Enter Enter两下 那打个else 反之 先打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Enterif 反正我慢慢习惯 你就打熟 记得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架构先打完再处理后面要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漏 因为以前 一直打打到最后忘了打Enterif 那就不对 所以习惯就是 先把架构先输入了 然后再做后面的 如果他大于等于60 那我就输出到哪里 输到这个储存格 那前面是直接指向储存格 的位置 那现在的话特别重要方言是直接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他再帮你丢进去 所以把 成绩函数放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两个字 合格 反之的话 那就是不合格 合格 OK 那反之 反之的话 把这一行 直接再复制到这边 那多一个字 叫不合格 就完成了 OK 你会发现 其实跟什么 跟这个上面这个有点像 我把这一段干脆 剪下来好了 放在哪里放在这里 那其实 放哪里其实都OK 其实这个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放 只是说你要找得到 那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Sub Function 长得还蛮像的 那哪里不一样 其实未来你慢慢 有的时候其实你Sub写完之后慢慢也可以拿来改 有没有 这个 是他会是去抓这边的资料抓过来 处理完之后再丢回去 丢到那个H栏里面去 那这边是他自己指向这个位置给你 所以他是指向这边丢到 平均成绩暂存 再从平均成绩去判断 然后丢给谁 不是丢回去给 储存格 是丢回去 给自己本身 有没有 自己本身 因为你游标放那个位置 他就丢进去了 OK 大概有这个概念 反正这以后一定要熟练 所以回家 记得一件事 就是清空 重打 如果清空重打 你都可以 很顺利把他打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学会 OK 这不是死背的 这个很难背 你只要记得那个规则性 以后就照着这样的方式做就OK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OK之后的话呢 插入函数 如果你可以看到使用者定义出现了 而且会有一个 成绩函数 那第一关就OK了 第二关就是给他一个平均成绩 那其实你只要点击 这边就出现合格 为什么因为他是丢给 成绩函数自己本身 那游标放这边 所以他把合格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显示按确定 其他的话向下填满就OK了 不过这里 他有同学问说 这边点两下 好像会出错 为什么因为下面多一个这个说明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差一个空白列 因为其实理论上这个不是 不是资料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你变多那个东西 会造成错误 所以怎么办 向下填满就OK了 所以理论上范围 什么叫范围 就连续的 不属于那个范围的 你就把它切开来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合格不合格 应该OK吧 这个规则 资定函数应该 前面做蛮多 只是说这一题 又多了什么 多了逻辑判断 没有之前是直接输出吗 弄完丢出 这边是 先做 逻辑 再做输出 那多重的话 其实如果你这个做出来的话 应该 也做得出来 可以怎么样 把它C 然后到底下的话呢 我们再多一个 所以这边贴上 拿这个来改 这个叫成绩 多重函数 名称不要一样 那哪边要改呢 其实它一样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先改 反正先贴OK 反正就是 你就知道在逻辑这边把它改成80 这边改成A 那其他的话这边就是改成70 这边改成B 然后呢 前面就是多一个else 反正就是这样 这样的规则 你只要把这个规则记熟 以后就照着做 你就可以 把那个你要的结果 给做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 贴上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60 OK那当然如果 逻辑越复杂你会越觉得有成就感 因为很复杂的东西也可以 马上看到结果 那感觉就会 不一样了 你会觉得 怎么这么快 对很多事情本来就不需要慢慢来 就是这么快 所以对的事情你放 还有 不要从这边执行 你常常东西 老师又怎么会这样子 不是因为 方选 方选请你从这边执行 所以连我都会有时候会 会犯错 所以 糟糕 没有东西 为什么 会 是成绩多种函数 对没错 所以 这个也常常会犯错 为什么 因为贴完之后你忘了 因为他的名称叫成绩多种函数 结果你下面这边都叫成绩函数 所以刚刚我看到 奇怪这边空的 我就直觉 对我忘了改下面的东西 贴很方便 但是不要 忘了要把正确的东西改出来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所以 刚刚部分的话 我其实这边就是 成绩函数 成绩多重函数 那请各位 试一下 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也许可以切到end end的话 就是不是一个条件 是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刚刚这个条件 是成绩 现在是这个 叫做 销售量 大于20 而且销售额 销售额就销售金额 大于 8万 而且 而且是end 那end的话 怎么去把这个逻辑给做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end or 所以待会 反正你一重两重多重OK了 再来就是end or也OK的话 那以后其实做 处理很多工作就会越来越简单 因为其实工作不外乎就是这些逻辑 在反复出现 那你就是挑 出 正确的逻辑 把对应的 公式或程式 写出来 那你的 答案也就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刚刚那个 自定函数部分 那做完之后也许可以试试看end跟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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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